大家各自分工好了好不好 我們先請宋慧喬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次呢參與這部片子的心得 包括跟小米有很多愛情的對手戲 可不可以跟我們回顧一下 在拍攝過程特別難忘的回憶 哦 現在很多人在拍攝和拍攝的 拍攝和拍攝照片看起來很喜歡 我記得很多人在拍攝照片 其實呢現在可能很多影迷在網上看到 很多官員好像明先生跟他的一些劇照 那你們都有些印象吧 其實最難忘的一場戲是跳舞二池 跟那個張君跳舞二池那場戲最難忘 跟那個張君跳舞二池那場戲最難忘 因為那場戲呢 其實他們兩個剛開始拍的時候才拍了 所以其實拍之前有點擔心 是不是很就不太 就是太親切那一句 但是呢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一開始就有那個默契 所以那個是已經決定了 啊 知道了 各位黃曉明先生拍這部 就是會非常開心 非常默契 他有講那麼多嗎 我感覺你翻的長度是他的兩倍 好奇怪 好會講 好 謝謝他 不過當然這次在台灣拍戲 也待了一段時間 對台灣有沒有更近一步的喜愛 或者是印象呢 對台灣拍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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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喜歡說他過來宣傳嘛 那個時候他台灣的那些影迷的熱情 都還在記憶裡面 所以台灣是對他來說 一個最早認識的一個海外的 一個國家的影迷 所以很開心 所以這場開心 跟舞蹈拍戲在台灣拍一場戲 就非常開心的 謝謝 謝謝你 好 那既然他這麼愛台灣 我們台灣的粉絲 我們大家一起給他一個歡呼好嗎 我們再次歡迎宋慧喬小姐 謝謝你 加入我們這部華語大片 有機會要常常來台灣玩 謝謝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飛翔 來飛翔介紹一下 您所演的角色是什麼 她是用英文溝通的 我來拍梅欣的嫡妻 在台灣的嫡妻 這個我飾演的角色是金城文的嫂嫂 那個戲是在台灣 是金城文的嫂嫂 所以婆婆就是貴妹姐嘛 對不對 再看到婆婆 但是現實世界裡的爸爸是舞蹈演 請問你拍這部戲有片酬嗎 爸爸有給你費用嗎 其實能不要給就不要給啦 沈憶哥是一個老婆也演的嘛 對不對 當然了爸爸還是有付我片酬 你貴嗎 沒有 我工作便宜 OK Good girl 能夠參與爸爸的電影 我相信這是一個全家人 很棒很棒的回憶